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汪洋特级大师对赵伟大师的一番对局 双方以先任指路对中炮开局 先任指路 炮八平五 两步棋就显示出大家的心态了 通常应付先任指路我们所了解可能是足底炮跟对足比较多 对 白左中炮是比较少的 是的 这个左中炮在我的记忆里就是赵伟特级大师很擅长 尤其他在后手想顶和高手的时候会采用 而且这场比赛也是非常关键的 对 是在蒋特 尤其是这个是联赛的决赛 联赛的决赛 大家都知道我们忙活了一年最重要的比赛的团体赛 然后又进入了决赛 另外在决赛的第一阶段就是决赛的第一回合两个队是四合打平了 现在进入五加五的加赛就是五分钟加五秒的加赛 这个对双方要求非常高 四川队派上了大将汪洋 而上海队服务于非常稳健著称的赵伟大师 所以赵伟大师的目标是力争合起 尤其是四盘半期合起以后 这是第一盘快起的较量 对 赵伟大师他也非常优秀 一个年轻骑手 现在也是在上海财经大学读书 那么他走了一个中炮开局 我们看看汪洋特大师如何应对的呢 对 汪洋特大师跳马 马二进三 然后黑方是马八进七 红方是居一平二 黑方居九平八 这里的时候红方选择了马八进七 走一个屏风马的一个驾驶 是 在这里除了屏风马驾驶 还有可能会走炮二进四 风居的变化也比较常见 那蒋特这里 那黑方一般都是走足七进一 风居肯定得走足七进一了 否则过一会 让红方再走到冰三进一的话 黑方这边就被压制了 所以他肯定得拱足 拱足的话 红方可能两种变化 一个是炮八平五 环架中炮 双方这形成了一个 看似是一个猎炮的一个开局 对 跟那个半途猎炮非常像 但红方多拱了不冰七进一 是的 这个旗的这个变化 真的是千变万万 对 那除了环中炮是不是也有走 继续马八进七 是 这样也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下法 对 而且之前看到全国的大赛来看 那个赵伟大师呢 也是经常下这个变化 他当时更多走的是马七进六 这么一个走法 对 所以说看实战这个 汪洋特大也没选择浸泡风居 对 他也是转换了一个策略 对 选择直接马八进七 跳马 跳马整体来说呢 这应该说是平稳一些 好像黑方就掌居了 去八进四 这时候不能再被封了 被封肯定吃亏 掌居呢 准备足三进一对兵 对啊 那既然你黑方掌居准备对足 那我红方肯定顺势叫 帕尔平一对居 对 这个地方啊 如果这个阵型下 红方大概率都是走帕尔平一对居的 对 是的 对居的话 黑方可能就吃掉 这样进行一个交换 对 他如果再躲的话 无论躲这里或者躲八平四 那么部署上将会吃亏 对 红方就可以居二进四一掌 以后随时这马七进六还是个先手 对 这样的话红方就部署容易吃亏 对 黑方吃亏 是的 那红方这个在实战中也没选择平炮堆积 对 而是走了一个 冰三进一两头蛇的一个变化 是 可以看出这盘棋汪洋特大 也是有充足的准备 对 故意这个布下这个玄 玄妙的这个布局 因为这个 冰 原因的是如果炮平一 他估计到 赵伟肯定是做了精心的准备 所以他有意避开对方的准备 走冰三进一 冰三进一的话 这个时候 黑方是走了足三进一 对 这个时候好像是走马二进一 更加稳健一些 对吧 他就是这个时候我也是走一个含蓄的招法 先跳个编码 对 以后我可能再对三七足 或者我甚至有炮二平三 炮二平四这种走法 更加灵活 是的 那实战的时候我想这个赵伟大师也是 他就是说对这棋有很大的 充分的研究 对 他也就直接选择了对三足 对三足 那红方肯定也只能 吃掉 进行一个交换 黑方继续杀过来 吃过来 那红方这个棋也是很正常走一个炮八腿一 炮八腿一 那炮八腿一以后 黑方这个G也不能随便地乱跑了 对 是的 他直接走了一个炮二平三 炮三 对 这个时候呢 光特达走了一个G九进二 九进二长起来 蒋特这个棋 我不是正好打一下G吗 直接打他 他可能把G三平八平过来 三平八这样过来 那过来我马七进六又是一个先手 黑方马二进一吧 马二进一跳上来 跳上来的话 那我正好不能出G 你出G他也出G G九平八正好 黑方有个G平二对G的棋 对 你要吃他G 他先打你底相 是的 这样子的话 等于黑方有反先的意味了 所以说这个棋 双方在布局上就斗智斗勇 对 红方也没选择直接打 而是走了一个G九进二 黑方这步棋 我觉得也挺神奇的 这样子 他走了一个G一进一的走法 对 就一般给我们看来 对 一般看来就是平击捉泡嘛 然后又打着底相 对 如果是G三平二的话 红方肯定会去泡八平三过来 平过来 泡八平三过来 那么黑方有可能打相 对吧 我们看看打相 对 打相的话 红方肯定不是 这样的话呢 黑方好像虽然多得了一个像 但是孤炮深入 这个炮在前方 随时红方还有G九推二 抓死炮的气 对 那我这个炮 我躲开吗 还是 你好像只能躲开 对 我躲开我就G九推二抓了 对 先躲一步 而躲的话 这样的话 红方可能会冰三进一 送冰 就等于说红方先对黑方这个薄弱的左翼进行打击 对 左翼进行打击 你如果拱了的话 吃掉 有可能马三进四就直接扑出来了 对这边进行进攻 等于说他炮八平三这个走法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对 是这样 黑方这个处子速度太慢了 只吃了一个像 对 但是这个马的问题好像不好解决 是的 而且红方随时有马四进五灯中足的气 这个G双炮就有一些文章了 是 原来是这样子 那实战呢 黑方也没有上当 对 他也没有选择平击捉炮 他选择了一个G一进一的走法 G一进一 那G一进一呢 这个G三平二既然没走到红方 就G一九平八了 对 抢先出G 抢先捉马 正好也不能马二进一跳 对 这样子一打G丢子 丢子 对 黑方实战是走了一个 G一平三 这也是很巧妙的走法 就是你吃我的马 我也吃你的这个七路马 这就进行一个交换 对 这个时候 这种交换之外 我看这个棋啊 中国分析 还有可能足七进一 也是不错的下法 就是强行先气个子 因为G一平三 过一会儿我们可能会看到 因为红方炮八进八 打底之后啊 它这个底炮很有威力 是的 就是从实战效果来讲 这G平三 可能是弄巧成拙的招法 对 那我们看一下 蒋特为我们推荐的招法 又可以大胆地走足七进一 那我这个要是给你换掉 你吃过来正好 只有我炮着先手 还打着底相 是的 那我这个索性 我先吃个子 你要打了 那我有可能就吃过来 那等于说这个红方 这个意思是红方的三路马 跟七路马 都有一定压力 比较笨 三路马 七路马 接下来我足七进一再冲 七进六再登 这个黑方的攻势也很猛 是的 这个就可能是典型的一个 弃子得势 弃子得势 对 那就是红方这个 如果黑方实战走出这个戏 红方还有很大压力 对 就是说逼迫红方进行一个抉择 是 就是双方可能就是 另一种这个对攻战了 但是实战黑方选了一个 看似比较稳健的平局 这时候呢 汪特大想扩线只能打马了 这是进行一个交换 对 打马 黑方也是 黑方也是一个交换 打马 那红方这里也不能再继续交换 继续交换就棋太平稳了 继续交换没什么先手了 因为交换完之后 这个黑方阵型也不错 对 红方这部棋走得挺好 我看 它是走了一个炮二进五 因为这个棋啊 红方相对来说 中路是比较薄弱的 是的 他用炮希望把他这个中炮给换掉 那自己的压力就减轻了 同时呢 红方这个底炮呢 也有一定的威慑力啊 一直是对黑方有很大的牵制 那黑方 双方走到这里呢 讲到这个棋是不是应该还是 红方为有一定主动权呢 我们刚才说了 正是因为交换了 红方有个底炮 过一会儿随时可能 对黑方形成一些压力 是的 那黑方这个棋该怎么去 显然不能炮五平八打 打了的话 红方拘二进棋杀过来 那就非常住户 那都是先手 对 不过实战黑方也很积极啊 他走一个前驱平六 平六 他就是想进去捉你马 对 以后看看能不能 打中兵的一些棋 是的 在这个时候呢 红方是下了G二进六 其实也可以直接 泡泡屏幕给打掉 我们可以减摆一下 直接泡泡屏幕打掉 飞掉的话 他走G二进七吧 进去捉马 进去一捉 捉那我就推爆回来防守 先守住 这样是不是马三进二跳出来 再跳进去 对 这个可能说 在这个双方这个速度上 可能红方要快一点 对 黑方好像这个 七路马成为一个 重点打击的一个对象 而且这个红方这个底炮 还很厉害 对 是的 这也是当前一个 可以考虑的一个选择 对 不过红方可能实战 想要保持复杂 保持复杂 选择的更加积极 对 这个走了一个G二进六 G二进六 G二进六呢 随时过会打了你之后 再走G二平三 就是说抢先速度 但是他也看准了 黑方也不能炮我平八 跟我这交换 对 什么时候交换 我什么时候先吃狮子 这步棋看上去是 如果交换了亏一步 但实则如果走到G二进一 红方非常的厉害 对 那黑方肯定也不能G六进三了 你进居 我就把你中炮先换掉 是的 然后又把马跳上来 所以黑方这里也是 就是说好像就从布局到 终局的过渡以后 黑方这里也是落入下风了 他也只能选择一个炮三退四 回来先防守 就是先守住这个竹林线 对 然后等待机会吧 是 这样看上去黑方啊 也是体现出赵伟的风格了 很扎实 对 处处防线都给防住了 是的 在这个时候啊 汪洋作为进攻性骑手 就体现出寻找战机的机会了 他这个走得非常好 一个突破口 好像啊 对 扩先的机会 他是实在是下了G八平六 对 G八平六 先平一个 对 G八平六 G八平六呢 很显然 马上杀底四 马上就杀底四 这个 那黑方肯定就只能是六进五 这也是没有其他的选择 对 只能是六进五 对 这个你不是让我补手势吗 对 那红方接下来是 嗯 接下来该下什么 对 其实这个其他对红方 觉得真挺大 他有很多的选择 是的 一些呢 比如说泡泡屏幕打掉 这样肯定就平稳了 对 是吧 但这个时候 就是他会怎么选择呢 是否能够扩先呢 对 那奇迷朋友 这个稍事休息 让我们马上回来 给您带来精彩的 终局战斗 亲民朋友们 欢迎回来 继续收看 男子甲级联赛的精彩对聚 那么这个终局走到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 红方是如何选择了一路 比较精彩的一个攻击的路线 红方直战走的是 帕尔金尔将军 对 帕尔金尔 通常我们说呢 这个部级阶段 或者中级阶段 帕尔马要好 因为帕快 是的 但是汪洋现在 主动拿炮去换马 他就是想换掉之后 鞠沾底下了 等于说逼迫了黑方 只能这个 鞠六推四回来防守 对 鞠六推四 对 回来守住这个想 等于说 黑方的两个鞠的位置 都很糟糕啊 对 是的 这个呢 其实这种教化 要很大的勇气 我认为 这个因为换了之后 这个局面啊 马上就黑方多炮了 对 而且这个棋也是 黑方是这个 一个本来相对弱的马 换了一个很灵活的炮 对 所以后面呢 如何就是把这个 攻击路线给明确化 对 这是红方很关键的一个点 是 尤其这个也是一个快棋赛 是的 而且这个 我听说汪洋特大 今年是连续第二年 代表这个四川队 对 去年也是四川队获得了男子联赛的冠军 对 那今年他作为外援呢 也是进入了决赛 对 他这个表现呢 也是让我们这个很关注 汪洋特大师啊 尤其在决赛阶段表现得非常好 在六进四 以及四进二 都是接连获胜 对 成为队伍的极大功臣 所以在这个决赛面临到 应该说临门踢点球了 对 他就表现得一场勇猛 这番棋也是有战机 使劲地抓住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那实战又看到这里 就是说赵伟大师也非常顽强 对 他一直在等待战机 是 那走到这里 红方实战是选择了一个 G六进四的 G六进四 G六进四呢 他认为是 我这个G啊 把你底下已经绑住了 现在呢 他唯一的就不想让黑方 走到G三平二 把这个炮解决掉 所以他走了个G六进四 把你炮先吊住 那你G三平二 我正好有个打底式的 对 赚四的机会 对 这样的黑方也走得非常好 炮三进一 炮三进一掌 炮三进一 炮三进一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红方还是想解决 这个底炮的问题 所以他走了G六平八 他走了一个G六平八 先保住 其实这个是 G六平八可能有一些 太柔和了 可以走G二推一 放弃对底线的牵制 G二推一 G二推一这样呢 附有G六进三 砍你那个式 对 准备偷吃一个底式 但我这G好像也不敢躲 我这么一躲的话 你这个G六进二 这就是典型的 双G炮的一个沙发 对对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点下来 接下来就G二平五 就守不住了 对 如果摆中炮一将 摆中炮一将 那么他就飞个向 你中炮要平了 这个直接杀底式 一将 还是有一个杀底式的棋 对 是的 就是一个经典的这个杀法 所以说 黑方这G也不能乱动 对 是 那等于说你G二推一 是一个牵制性作用 对 正好黑方也不能G二平 G三平二捉炮 是 我们刚才说了 这盘棋呢 是五加五的快棋 在五加五啊 给棋手的选择时间不多 我们可能第一个 因为汪洋特加感觉这个G啊 既然已经绑住G跟向了 就不想动了 是的 所以他就没有想到 把这个G回起来 就是决赛中的快棋赛啊 这个时间都很紧张 双方这个在这个中局阶段 这个也是 对 走的走法也都非常谨慎 所以六平八呢 就是防止他G三平 G二推一 把底炮给捉掉 对 然后黑方实战也是寻求战机啊 对 选择了一个G三平 炮三平四 我们说啊 赵伟大师果然不同反响啊 你看 他在防守的情况下 总是能找到反击的棋 对 我印象当中 有一年的向甲 也是季后赛 赵伟大师啊 面对王天一的时候 他也是直后手 当时他是防守防守 后来王天一呢 因为肯定想突破嘛 最后王天一 偏偏给黑方一点机会 赵伟特技大师 就防守反击得手 这是我印象中 很深的一盘棋 对 也是帮助上海队 这个义攻了 对 所以他这半棋你看 虽然是烈士 他也都是走得非常积极 对 这样赤底相 那肯定得补手相 就是向三进 我补一手 补相 然后他又继续动作 浸泡打马 打马 这马也不能 这相也不能乱动了呀 只能这个马三进二跳上来 只能马跳出来 这都是被迫无奈啊 对 然后人 黑方正好一僵一僵 开始反击了 对 红方必须补试 没有迫手 补试 黑方呢 组五进一 对 这几步啊 看出赵伟大师的反击了 是的 获得了一个中足 同时呢 还有个中炮 看来这个棋好像也 没我们想象中 就是红方这个 又是这么大 对 就是虽然说 黑方两个区的位置 不是特别理想 但是黑方呢 我们刚才又说了 就是两个炮 它很灵活 对 总会找到一些战机 所以后面就是 很精彩的一段 我们来欣赏一下 对 精彩的对攻 红方这个 马二进三 马二进三 灯足 对 灯了呢 给人感觉第一感 又有灯这个中足 又有马三进二 来势汹汹 黑方呢 可能这步棋啊 可能也是时间紧张 走得足五进一 对 这个肯定是第一感嘛 我就先把中足冲过去 否则我物质少太多了 从后面的实战来看 可能这时候 还是直接杀相更好 对 这个吃底相 吃底相的话 那 更快 那红方可能是不是 继续马三进二呢 继续马三进二的话 它有可能居六进八吧 居六进八 我们可以摆一下 点下去 正好是用双鞠的 双鞠炮的一个组合杀法 杀着中式 杀着底式 对 那红方居二 平三吃相 吃掉 那他事务退六 平落势 若是的话 这个也没办法解救啊 你退居解的话 人家就可能平个炮了 对 平炮准备下底炮 是的 炮四平一 炮一尖二这个绝杀 对 那只能 是不是只能 居八平五这么僵 那么打回去 解杀还杀一下 解杀还杀 它飞掉 飞掉 再把居给落掉 对 这样是不是可以炮四平七 对 正好有个打下居 打居呢 只能居三平一躲开 居三平一 这也都是被迫无奈的 对 是 这样的话 总感觉 红方的子力啊 都在下面比较偏了 对 黑方可能也许会走一个炮七退一 对 你要吃兵 我就炮七平五 将一居 这样子我是个弹子炮 然后借机过足啊什么的 是的 双方都少一个像 那可能就是另一种这个对攻战了 对 这也是一个漫长的一个战斗 是的 应该是各有顾忌的一个局面 对 不过实战 黑方没有这么选择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实战 黑方是按照旗杆走了第一杆 对 就是当红方这个登足的时候 黑方就是说 那我就先把足过去 对 就没有选择杀底像 对 那过足呢 红方走了一个这个 居八平六 捉了一靠 红方走得非常及时 对 这部棋要点很意思 它什么意思 就是你这个居一 六路居就长不起来了 对 一长起来我吃相 这个居就吃这个底式 是的 所以说黑方也没办法 只能抛四平二 先躲一个 这个时候红方就及时地 走了马三进二了 对 登进去 现在进入了红方的这个主战场 主战场了 对 黑方这个 不能抬居了 抬居我就居二平三杀相 再杀底式了 对 居六进三 这吃底式 这样子这个黑方也没办法防守了 对 但是我觉得赵伟大师很厉害 就是这种男子顶尖的专业棋手 在关键时刻都是非常地冷静 对 就这里他就想 既然这个棋我也没办法挽回这个败事了 我索性就走一些机会 对 看看有没有偷袭的机会 他选择了这个居居杀相 对 这里看有没有精彩的棋 放出圣母手 对 居居杀相 那红方当时可能也是快骑 一紧张 一担心他下底炮 对 所以走了一个居六平八 是的 但是蒋特这里是不是红方马尔军四给换掉 踩了 对 踩了 踩了不过一个是像你说的 可能怕他下底炮 下底炮呢其实能居六平八 居六平八这样可以防守 你要炮打湿的话 打湿正好可以 他就出帅 对 出将正好不是杀气 出将 你出将 炮四推一的话 炮四推一正好 我就退湿 这样吃了呢 帅四进一 对 这个我估计 汪洋特级当时肯定能看得到 对 这是第一感 我估计他是肯定能看得到 那为什么没吃居呢 我估计他没吃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是怕他先退居 你猜了 他先居三退五 我估计他先居三退五 这是个杀气 我也不能出帅 你出帅 他居三平六一将 对 你要知识 那吃了是绝杀 对 那我只能居六平八了 你居六平八 我估计他是怕他泡二平三 泡二平三 那这居是不是只能再回来放手了 对 其实再回来是能守得住 对 他可能也担心啊 可能怕有什么自己漏算的地方 对 他会有漏算的地方 对 尤其是大赛阶段 肯定是走有把握的起 大赛 我刚才说了两个因素 一个呢 是年中的总决赛了 就决赛的总决赛了 对 尤其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呢 是快起五加五 是吧 所以给他留下的时间也不多 这时候呢 面对赵伟大师的冷招 他就是这个选择了先 既然你有下底炮的棋 我就先居六平八吧 对 先平居 那平居这部棋 是不是给了黑方一个 绝妙的一个机会 对 其实这时候黑方有一个绝地反击的机会 是的 他其实可以走居六景八了 这里我们可以给大家摆一摆 因为你这个居离开了四这条路了 我就可以居六景八了 这个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杀棋 对 接下来居六平五 绝杀的机会 那红方是不是也只能居吃 只能居吃相 是吧 居吃相 那么红方 黑方落四 这个时候红方为了解杀 可能还只能居三平四吃进去 那我居吃回去 对 你吃回去 居三平四吃 你吃回去 然后我吃回来 你马二斤四蹬掉 红方马二斤四 那我再把你的这个炮给吃掉 对 你这时候再把炮给换掉 等于说黑方是多子的一个局面 黑方还多子了 那这个棋红方想要和棋 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 红方和棋还有一定的难度了 对 就是要是换掉 我就叫我平六 把你马吃掉 对 是的 是的 那这个变化就 黑方就有迎期的机会了 对 那红方这里 还有没有巨八平五的解杀的棋呢 还有巨八平五的棋杀 对 你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给大家摆摆 我们给大家摆一下 就除了这个巨三平四吃事 那勺子肯定输嘛 对 巨八平五有什么变化 巨八平五你只能 这有个巨 这里有个巨 对 巨八平五你只能这样吃掉 对 然后再把你巨落掉 巨落掉 但是这可能跟刚才不一样了 刚才这个足是在这儿 它没有过河 是的 那现在在这儿 它可能是不是有一个平兵 对 它有个平兵的棋 对 我们可以摆一下 平兵将你这样不能不像 对 底线杀棋 你只能十五斤六 是 那黑方可能有一个退炮二路的棋 对 这样有一个双炮杀棋 是的 这棋红方就很难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 它难道又走一个巨三退二吗 那我一将你巨电 电上我再下足都可以 对 是的 等于说红方的攻势全被化解了 而眼睁睁看着黑方这个 巨双炮足这么一个杀棋 是的 这个棋真的很精彩 很精彩 对 不过我能 我是看了他们那个决赛的那直播的 对 当时时间双方都是非常的紧张 都是进入独秒阶段 就是一走 就必须 必须得走棋的那种状态 对 基本上就是双方是这个十几分钟 十几秒 十几秒的这种时间 一个精彩的一个快细的绝面 是的 那这里呢 黑方可能也是 就是忽略了一个禁居的这么一个杀棋 对 当然他可能也是太盲目的 想要进行一个对黑方 对红方中向进行一个杀棋 对 他走了一个巨三退二 可能这部棋就看假了 对 但是这里就是汪特大就心明眼亮了 对 他走出了这个关键的一招棋 就是马尔之四 先得棋了 对 后面也给大家摆一摆 红方如何布局的 对 然后黑方是一打将 一打将 这样子正好 对正好一个出栓 这个就是没有杀棋了 所以黑方看假了 也没办法呀 对 那我就看看有没有防守 怕五平七 对 那红方这时候很巧 防守向 走了一个马四退三 马四退三 主动弃马 对 打了一个隔断 就是你正好不能吃 吃我吃相吃是 对 是的 那黑方也没办法解救 黑方走了一个 炮五平六 炮五平六 红方吃相一僵 红方吃相一僵 这里也不能落势 只能电炮 只能电炮 电炮 走到这里呢 我想很多观众朋友们也都看到了 对 这里有一个很精彩的一个 入门的一个沙法 对 大家可以看一看 是的 红方如何这个连江沙 嗯 其实红方呢 可以直接鞠三瓶四 对 这里鞠三瓶四 砍泡一僵 对 然后你要是试给吃掉 试吃掉的话 正好有个鞠八瓶五 一僵 一僵 这只能支试 再鞠五进二一吃 利用自己的这个 出了这个四路的这个帅 对 进行一个杀棋 是的 那这里呢 红方呢 也是因为是快棋 它就走得更稳妥 对 他选择了一个直接鞠八瓶五 是的 直接鞠八瓶五 也是一个准备鞠三瓶四 砍泡的一个棋 对 另外还有鞠五进二杀四呢 对 对 那黑方只能这个平鞠将军了 对 竞帅 竞帅 然后退鞠 退鞠 其实这里黑方也是没有办法了 对 毕竟是个快棋 是的 所以只能先看着防守 对对对 红方这个时候就看到绝杀的棋了 对 鞠三瓶四 这个他退鞠 鞠五进二杀底四 对 鞠五进二一杀四一将 这里呢 这个这盘棋呢 就是精彩的这个入局 对对 就到这里了 其实在入局阶段 我很想说一个问题 有棋友们可能都认为 你们特级当时 刚才那样不就杀掉了吗 这你都看不到 还得这样啰嗦吗 其实啊 我们高手啊 重要的在乎稳定控盘 我们的能力就是控制住 不犯错误 所以尽量能稳健就稳健 不在乎多快赢了你 是这样的 主要是这盘棋 我觉得在开局阶段 红方就是想要极力地去控盘 上来先把黑方的两个局 给控制住 然后呢 想要自己争取 把马跳上来 然后再进行一个 对黑方的底线的 六路区的一个围攻 但主要黑方 我觉得赵伟大师也很顽强 因为他通过了他中炮 有一定的这个机会 但是他很可惜啊 对 也是没有把握住 我觉得就这盘整体来讲 是一盘比较精彩的一个对攻战 尤其是双方从如何控盘 如果获得物质力量 一直到这个后面的这一个杀法 就是我觉得齐民朋友 我们从这盘棋可以能够 有所收获的一点 就是双方如何用双狙炮 来进行一个这个攻杀 红方呢是一个底炮 黑方是个中炮 所以这盘棋也是收获了不少 对对 而邦阳特大也凭借这盘获胜啊 也是把四川队带了一个好头 接下来四川三军用命 在他的鼓励下面越战越勇 最后也是获得了这次比赛的冠军 对我们也是祝贺四川队跟上海队 好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